今天跟各位介绍抽象诗群 有两位艺术家 都是抽象艺术家的代表 一位是朱德群 一位是赵无极 我们先谈一下 跟各位介绍朱德群 朱德群他的油画 具有非常明显的动视 跟清幽的诗意 他的绘画隐含着浓烈的水墨底蕴 当然他确实是 也是因为作为一个东方艺术家 他也是不断的画水墨画 在他的画面上 我们可以看得到线条 以及泼墨式的点和规律的色彩 是他构成的要素 特别是他的蜿蜒流畅的线形 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律动跟节奏感 那我们来看看在北美馆典藏的朱德群 《洞中镜》这件作品 作为1983年 这件作品 其实我们看画面上 它是左上方有一些明显的一些透光 那这个光线放射出来 产生了一些蓬勃生命的能量 换取了一些形象之外的意义 我们可以从他的画面上再感受到 飞扬的笔触 观渡到像如同云海浪潮 甚至于开天辟地 混沌中宇宙的这些旋律 那这些幻想的形状 在我们来之前时而出现 时而就散去 那这个是属于非常抒情感性的抽象 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 属于热抽象的一种 那我们再看看 另外一位艺术家赵无极 那像这位抽象大师 大家都并不陌生 应该是很熟悉 赵无极他的作品 他其实早年 他也是从具象一直走到抽象 那早期我们说 他的题材 还是以写生人像跟风景化为主 当然那个时候 他也受到了野兽派 马提斯跟比卡索的影响 我们说赵无极跟朱德群 两个人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那两个人都先后都到了法国巴黎 去打拼 赵无极是先早一点去 1948年就从上海到了巴黎 开始的他旅居法国的艺术生涯 那当然他在他的整个的创作历程当中 主要是以大自然为核心来思索 他有几个转折点 在包括1954年的时候 赵无极的话就从具象完全转到抽象画面 我们看这个1959年以后 赵无极的话直接以创作的日期来命名 当然他主要为的是 要让观赏者不受任何标题的影响 而直接体验画面上的意境 我们来看北美馆典藏了这件作品 1992年画了3692 那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他在90年代中创作 其实差不多都是以这个创作完成的日期 作为这个作品名称 我们看这件作品 左边有一些茉莉色的 然后整个大片的是黄色的 黄色章当中有一些部分的一些基礼 右侧带有一些橘红色 三个大色块夹集在一起 那当然这个画面上 可能有些观赏者会看到有一些形象 有些不见得会有感受到 那不管是有形象也好 没有形象也好 我想这个画面整个的就是 赵无极内心的形象的抽象的风景 那我觉得在观赏赵无极也好 或者是朱德群的 他们两个的抒情抽象画 其实某种程度都是属于 内心世界的探讨 在我们观赏画面的时候 会有一些不同的体会 在我们观赏的节目中 记得太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